有很多人要读书 但是因为家庭的困境 没有机会去得到良好的学习 因为很难得这个物品 从一个企业家到到志工到到赶户 这个是一个连锁性的那种的牵动 我们能做的东西就是 给他们一个永续的学习的机会 经营电脑维修行业的实业家领进富 带领团队来到槟城和谐中心 根据社福职工提供的受惠学生名单 整理即将送给孩子们的电脑设备 在职机里面就有学到做环保 就想看说就从那些企业 他们可能比较旧的电脑 可以跟他们回收回来 然后我们再去翻新了 然后就给那些小孩子可以去上网课 我现在也是从事电脑行业 所以我就想说 以自己的长项 在这个疫情里面 我们应该要多给社会一点的关怀跟回馈 把维修好的电脑设备撞箱打包好 在加油志工一一送到孩子手里 基本上我是会一天里面分一家或是两家 以我自己轻松的到的地方 我就会自己去送上去 所有的那些技术问题 我们都要明确他们是可以安心的在使用 有些父母很担心他的孩子 然后如果我们能帮助这方面 他们很感激不已 刺激实业家推动的安心助学计划 有了企业和志工的配合 让深深学子获得公平的就学机会 大爱新闻 帕维宁林学群马来西亚采访报道